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当区的景点如青马大桥 诺亚方舟等作为背景 通过生动的情景和故事 再配合短片等多媒体元素 让教师可使用生活化教材 培养幼童的正确价值观 由于小精英由奎清教材实行后反映正面 奎清区将于12月出版新一版的教材 目标群体同样是5岁的幼稚园学生 内容以节日为背景 国民教育及全港各区的地标为主题 名为小精英 节日勤的教材 将会推广至18区的幼稚园 触及的幼童达25000人 我们很相信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栋梁 他们的价值取向其实决定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 所以怎样去把握也都很有效地令到幼稚园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觉得这个工作非常之重要 我们在整个2019年的黑暴的过程里面 接触了很多被拘捕的小朋友 其实小到十岁九岁都有 我们看到部分的年轻人 往往其实他们是受到可能一些错误的讯息 或者报道的影响 反映了其实他们对国家的不认识或者误解 所以我们觉得再细一点从小开始令到他透过图书可以认识国家 这个是可以防止将来他们被人误到或者再犯法这个可能性 希望我们可以加强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 包括对国家、国旗、国歌、国徽和基本法的认识 为何要选择在幼稚园新增此套教材 谢震中提到一次让他印象深刻的家庭聚会 2019年社会暴乱事件黑暴期间 我在一次的家庭聚会里面 当时博国歌 博国歌期间我见到其中一个小朋友 家里的小朋友就站在一个电视前面 纳静了我们吃饭的全部人 我们就问他 咦你为什么走了过去 他就说咒国歌我们应该所有人都要缩纳 下次你们都要纳 其实家人那一刻是笑他很有趣 接着他的反应就是 其实咒国歌是很厌缩的事 我不觉得值得笑 那时候小朋友是七岁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那次令我很体会到 其实小朋友应该在小一点的年纪 去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故事找去扮演图书 儿歌还有这个舞蹈 跟这个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平等教育 汇文图书结合在一起去教他们 他们比较容易的诗子 我希望台湾可以透过这一套图书 感受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 从日常生活中带去重门的 教育观 难和的行为 是非观念 让他们知道要将来长大以后 就守法守推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